今天要教大家怎麼... 哈囉,大家好,Ru-chanです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用一招 就可以制服日本人 那招呢,它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實際上做起來對外國人的我們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那招就是 打招呼 聽起來是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裡面是有非常奧妙的科學 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禮貌跟上下關係的國家 打招呼沒有做好的話 他們就會從第一印象 反對你這個人的人格 他們會因為你可能沒有做好愛撒子這件事情 他們對你的印象就會很差 但是這個愛撒子 每個國家的文化定義不一樣 要做到他們的標準對我們來說是 不先告訴我們 我們可能沒辦法做得很好的事情 那為了讓大家以後來日本打工度假 在日本留學 工作的人都可以用上 所以我就拍了這支影片啦 這支影片就介紹幾個覺得很重要的幾點 你只要是跟一個人第一次見到面 你就一定要過去跟他說 是誰 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這個很重要 真的不講的話會影響到之後 有些比較積極的日本人 他就會直接過來其他的名牌 告訴你說是誰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覺得這一個很難做到的是 你看到第一眼就要馬上衝過去說你是誰 我們真的比較沒有這樣子的文化 你在外國語言可能不通的情況下 會有一點害怕 那就沒辦法主動去找人家攀談 而且再加上說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顧慮 會怕說那個人正在工作 你可能會打擾到他 那我還是要觀察一下顏色 要是他沒有真的很忙的程度 你趕快過去跟他自我介紹的話 對你的印象很加分喔 看到人的時候一定要說 有在學日文或者是沒有學日文的人 大家都一定聽過這句話 就是早安 但其實在工作的場合 不只有早安的意思 那一天第一眼見到那個人的時候 你要跟他說 就算你們兩個是晚上才見面 還是要跟他說 代表說你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那進辦公室的時候 也是要敲敲門 要大聲的跟大家打招呼 日本有一個原則就是 你只要越大聲 越有元氣 越明る 你的人氣就會越高 而且這三點 然後大聲的跟他們說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他們就會對你的印象超級好 這一句呢 也是用來打招呼 這一句話要在什麼時候用呢 這一句話是用在你同一天 如果第一次以外見到那個人的時候 比如說 我今天第一次見到三本先生的話 我就跟他說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但是那個第一次以後之後呢 全部都要說 お疲れ様です 代表意思一下 你們看到對方了這樣子 四個 失礼します お疲れ様でした 你已經下班了 你要走了 那這個時候就要跟大家說 失礼します 那別人就會回你說 お疲れ様でした 他跟剛才那個 お疲れ様です 不一樣的地方是 でした的話是過去式 所以代表說 你今天一整天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才會跟你說 お疲れ様でした 再跟他道一次謝 這個真的很重要 我說道謝 如果一直講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你怕會很煩的話 你還可以講一句是 助かりました 因為你幫助我 真的救了我 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句話 還蠻動聽的 大家可以跟身邊 日本人這樣看 他們一定會回你一個 非常非常燦爛的微笑 有一個人 他請你幫他做事情 還是他請教你 可是你沒有辦法回應他 也沒有辦法幫助他 的時候 除了ごめんなさい以外 前面可以再加一句 お役に立てずごめんなさい 力になれずごめんなさい 或是講簡單一點是 お役に立て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 お力になれ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 お力になれ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 一直被講ごめんなさい 我自己是每次聽到 感覺就會比較好 第1個是 你第一眼見到那個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跟他自我介紹 そもそも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第2個是 當天第一眼見到那個人的時候 要跟他說的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第3個 當天見到那個人 除了第一次以外 都要跟他說的這句話 お疲れ様です 第4個 要先走的時候 就跟他說 失礼します 別人也會回你 お疲れ様でした 第5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推演大家可以前面加一個 先ほど 如果你只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他有可能不記得的話 他就會 嗯?一下 只要加上先ほど 先ほ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或是先ほど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就會馬上想起來的 第6個 人家幫助你的時候 跟他講的話 他會很開心 助かりました 第7個 別人請你幫他做事 你沒有辦法回應他的時候 お役に立て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 力になれなくてごめんなさい 雖然講起來都感覺很簡單 但是其實要做 卻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到日本這段時間 我身邊真的有很多朋友 大家都這麼努力的到 這個國外的地方 他只沒有做好 要是因為這種很無聊的事情 讓日本人誤會 我覺得這是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不值得的事情 因為 就單純是文化差異我覺得 大家就可以轉載給之後 可能會來日本工作的人 或是來日本打工度假的人 或是之後來日本留學的人 讓他知道日本人有這些 小龜毛的地方 那希望今天這個影片 有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說你們還有想看我拍什麼影片 還是有想給我什麼建議的話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都會依照這些題材來拍片喔 下次再見啦 掰掰